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男,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一集啊,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台海 因为台海这边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度紧张 那么你说这个南波湾魁蕾当局啊 海军陆军总司令全部都到一线 去什么布防,加油鼓劲打气 而且又带着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大家知道台湾现在跟大陆其实是一样的 它都是有这个政工干部的,也就所谓政委 他们也有啊,他们把这种政委进行这种心灵操控的 全把他给他带过去到一线了 就跟他们进行心灵操控,心灵治疗,洗脑子去了 让他们去抵抗解放军 那么美国的一个智库啊,CSIS啊 那么他呢,其实是中华民国啊,的这个喉舌 我一直都跟大家讲,他重要,我们不要说什么民进党啊 或者国民党,一样的啊 我们以后说话呢,不能说光突出民进党或者国民党 他们呢,就是什么,穿一条裤子的啊 一个呢,只不过是啊,他嘴巴里吐出了一口绿痰 仅此而已了,好吧 这个事情我们看看 第二个呢,就是说,围绕着这边的局势 就一些国家又开始叽叽歪歪了 啊,又说一些很牛逼的话 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呃,美智库兵推啊 26,2026年台海战争啊 美两艘航母被击成解放军的 万能战死 啊,这这这种讲法 呃,首先第一个时间点啊 它就是一个扯淡的一个一个点 那,那,你应该跟我讲 你作为一个指控 你应该跟我讲是 现在解放军战机在空中 啊,包围你 啊,然后呢 陆军跟空军联动,海军联动 在这里搞的这个军事演习 战机都开到你淡水河口了 低空啊 那么高空呢,早就在台湾上空 已经,已经成对角线飞行了 啊,然后这个 低空呢,它已经开到了这个什么 低空全程已经到了淡水河口了 啊,已经不已经不把你当一回事了 马上可能无人机就要过去拍摄了 啊,拍摄你们那个那个糗样 那,你因这什么高度紧张的 你怎么不给我推个2023年 啊,如果现在干起来 你应该怎么办 他说,他永远都会说 哦,我2026年 啊,这个 啊,父老乡亲们 啊,没事了 今年没事啊 嗯,26年 我们24年大选选完以后 26年公斤才会打 你们都不要担心了 啊,美国有些电视 啊,新闻网CNN报道 华府所谓智库啊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就是中华民国的 啊,大外宣 兵棋推演呢 北京在2026年呢 进攻台湾 将导致美中日和台湾军队啊 惨重伤亡 结果是北京不可能打赢了 美军将获得胜利了 但中美两军呢 两败俱伤 在战争啊,结束时 至少两艘美国航母 被集成在太平洋海底 解放军海军呢 也溃无成军 CSIS表示 这是冰推是针对 台海战争的最广泛的冰推 CNN取得冰推报告的副本 提起为 下一场战争的第一战 其中呢 模拟24种战况 进行24次冰推 啊,冰队结果 估计啊 美军将损失两艘航空母舰 10艘到20艘大型水面舰艇 在为期三桌的战争中 这有3500名美军战死 解放军方面呢 估计有1万人战死 损失155架战机 138艘大型船体 台湾估计 有3500人伤亡 26艘驱逐舰和巡防舰 全部被击沉 日本可能呢 损伤100多架战机 和26艘船舰 那么我们就 就是说 顺着他的这个意思啊 他的这个牛逼的这个 这个推演 我们来 给他抛弃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 我说过 时间2026年啊 那简直就是在这边 这边胡说八道 因为你现在 你的危险实在 实际上现在 26年啊 地球还存不存在 都不一定了 当然那 那肯定会存在 但是我只是说这样讲 好 那第二个 你会说解放军 不可 把美国两条航空母舰 打掉了 也不可能胜利 那么也就是在告诉中共 啊 你 你不可以打赢 你不会打赢的了 因为美国跟日本会帮 那么我就这里面就重点抛弃 那美国跟日本凭什么帮你 美日本没有进行过一场 反武统台湾军事演习 美军也没有进行过一场 反武统台湾军事演习 那你告诉我 他都没有针对共军 那现在共军已经压到你门口了 没有 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海峡中线 全都吗 12海里里面 已经到了你的 啊 这个 你台湾的这些河口了 出海口了 到 你已经到了这 就好像长江出海口 美军战机 已经看到这个地方来了 啊 我 呃 再近一点的话 马上老百姓漏眼都能看到了 在这么一个位置 你跟我说 啊 对吧 美国跟日本 有没有进行政治性的军演 那我说过 804大军演 那你如果说 美日真的要动的话 你 也在那边 作为搞一个啊 反武统军事演习吗 没有 没有任何 到现在没有 日本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事 这话呢 其实说了也没错 台湾有事呢 因为钓鱼岛是 是台湾省的嘛 对吧 那 确实是日本的事 因为我们在打台台 我们等于说把台湾省的这些傀儡政权给他打掉 那日本肯定会慌 哎 那我现在霸占你这个算什么意思 他现在霸占的是因为说 你这个台湾啊 他还有一个中华民国这个框架 他呢 软弱无能 他们是一群支那人 真正的支那人 然后你看 太平岛可以被菲律军兵的 这个土老帽 可以给他去占领 可以把台湾的正规军队 台湾只要正在想打 马上就可以把他们打跑 但是什么 算了 稀释凝联了 马上走了 他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这就是说美日来帮你是他的一种意淫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帮的 我说过 美日要帮 也是 只要说你解放军打台湾以后 马上把钓鱼岛也拿下了 那他可能会出动 就是说那这是日本跟美国安保条约的这个事情 但解放军不可能这么傻 老习不可能说我武统就武统嘛 那么钓鱼岛就慢慢来了 我现在这种状态也是我实际在控制 大家要知道 现在实际控制 就是说 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领土上 实际控制的是日本 对吧 但是呢 在日常的 实际上来讲 这个控制是中国在控制 因为你 你日本没有人可以登上钓鱼岛 你日本的公务船进不了 钓鱼岛附近12海里里面 你竟然就会被我举个风景驱赶掉 所以这一片区域呢 是我实际在控制的 我没有必要说我去武统台湾 我同样在这个地方搞 没有必要 对不对 我先把你台湾本岛拿下 还有东沙群岛 包括这个 就是那个太平岛 这些给它拿下来以后 就再说 我刚才说错了 这个菲律宾是另外一个岛 那个岛 我突然间一下子忘了 那么把这个岛也给它控制下来 然后还有这个澎湖 东影这些金门全部给它控制住以后 绿岛全部控制住以后 那再跟日本慢慢盘 因为解放军它是会 中共它是会在日本 把台 就是我们把台湾拿下以后 然后再跟日本去盘 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承认 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跟日本所谓的这个边界 海上边界 去年马达弹 我们不承认的 那就是为了以后 就是跟你来搞这些事情 不只是春晓游启田 东海的这些事情 在这个地方 太平洋这个地方 也要跟你开始搞 让你头痛了 所以说呢 日美呢 没有一场乐战的反武统军事演习 是没有 它之前有没有搞 是搞 是搞了一些演习 但那种演习 是保卫日本的演习 并不是说来反武统的演习 没有 它的里根号航空母舰 跟尼米茨号航空母舰 都是在关岛跟日本的东南方向 在那里活动 它根本就没有说竞争到这个地方来 没有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是台湾人的一种什么 意淫 因为CSIS 它不管 它都是一些老外面孔 老外的智库学者 但是这些人呢 都是领台湾工资的 领台湾工资的 所以这点要明白 那第二个 说解放军战死万人 台湾战死三千五百 五百人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日本的三千五百人 美军的三千五百人 加起来呢 这三个呢 就是一万人 但是我为什么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个哈 台湾 如果它要战死的话 我估计在十四五万左右 如果他们就是说 要富有顽强抵抗 那就十四五万左右 全部会不会被 会被打残掉 因为它没有战略众生 你是没有战略众生的 你要明白这一点啊 你都在那个岛上面 那你的所有的部队 全部都是很拥挤的 那我的这些 无人机放下来的这些导弹 急出炸弹 基本上 你很快 你大概 所有的每个区块 五大防区的 这些草莓兵 大概全部会被消灭掉 大概会有 个十四五万人的 这个死亡 但是问题是 三千五百人呢 也可以这么讲 因为当 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老乡 自己的这个战友 被打死 打残以后 内心啊 马上就崩塌了 马上呢 就举牌旗投降了 然后中共呢 在喊这个新战 说 你们 不要 不要抵抗了啊 到时候回去 可以打 打游戏 可以打电脑 那他们基本上 就是什么 就 不会打 然后再让解放军 给他搞新战 说蔡英文 已经被活捉了 对不对 那他们也不会抵抗了 那可能会死个 三千五百人左右吧 这个呢 我认为 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他的意思是 他是完全抵抗的 那完全抵抗 那就四十五万人 或者说全军覆没 打的什么都不是 你的预备一上来 二三十万人 都让你挂掉 这个是真实的 那么美军 美军挂三千五百人呢 这个也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 因为如果美军跟日本 日本也挂三千五百人 也是无稽之谈 因为如果说 你一旦记录的话 那解放军就在 这个地方就会大打 大打的话 东风十五十六 这个叫做 关岛快 这个叫做 冲绳快递 会把整个 包括还有东北 那个地方 打到日本本土 这些基地的 这些导弹 全部会发射过去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就会什么 哪里指三千五百人啊 对不对 你日本也是没有 战刃略众生的 那我解放军 我就狂 对你空袭狂轰乱炸了 然后这个琉球群岛 也被什么 抹平掉 对不对 然后你那什么 冲尸鸟 鸟娇 日本叽叽歪歪的 那直接一颗弹 给你炸了西班牙 你啥都没有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就哪里指三千五百人 那美国三千五百人 那也是 在那里扯弹 如果中美一打的话 那就是 洲际战刀的 导弹的对射 那可能就是 对射原子弹了 或者说 那是绝对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关导 快递东方26B 我直接把美国 迭克加西亚 跟关导全部 给他炸掉 那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哪有那么多人 是吧 所以说 然后呢 你 美军两条航空母舰 被击沉 那所以大家看到 这种报告 你听上去 是不是跟傻逼一样的 CISIS 美国两条航母 一条航母上 有八千人左右 你要记住 一条航母上 有八千个人 两条航母被打掉 那就一万六千人死亡 一万六千人被打死 你看航空母舰上 人很多的 光辽宁舰 这种小航母上面 都有将近三千五百个人 你美国那种 十万吨级的那种 十几万吨的那种 核动力航空舰 上面那八千人 要维持一个航母 然后你说 二十六条舰船 一条舰船上面 都有个几十人不等 对不对 上百人不等 对不对 然后你两条航母 被解放军给打掉 就一万六千人了 我不知道他这个数学 怎么算了 我说服了 你这个航母都被打掉 都已经被击沉了 那你怎么算出来 三千五百人呢 那么这个数字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你看 这种报告有多他妈次 有多次 这种报告 你觉得 听出来 是不是觉得特别搞笑 好 那解放军战死一万人 解放军凭什么 战死一万人 这一点 我又有点搞不懂了 对吧 解放军把你的飞机场打掉 把你这个全部都锁死 然后呢 就开始登陆了 登陆了 你说用火炮去打 不好意思 你的火炮已经被无人机全部给解决掉了 阿塞拜疆 你看怎么解决那些 亚美尼亚的那些地面装甲部队 全都用无人机解决掉 全部都被解决掉了 你拿啥火炮打 你有啥火力 弹药库 不好意思 钻尼导带已经钻过去了 弹药库全部爆炸了 已经小型核爆了 然后你说解放军会战死一万人 解放军搞你 那都是什么 登陆 你都没有抵抗了 再加上空降兵 全部都降下来以后 还战死一万 那可能吗 整个台海战争呢 我个人估计 解放军的可能会 上亡在一两千人左右 这个数字 我认为就顶条了 就一两千人 就顶条了 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到这个数字 所以说呢 你说解放军上亡个一两千 两三千的 我认为这个是 还可以说 一万人 那太夸张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看 他这种兵器推演 就说到现在为止 中华民国 他这种状态 非常的什么 糟糕 特别说 他连这个 吹牛逼 自我安慰的文章 他连数学 他都算不好 你觉得 他还打什么仗呢 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说 动不动 叫北约的前秘书长 过来给个几百万美金 前秘书长 又不是谢秘书长 斯托尔成贝格 你当谢秘书长 斯托尔成贝格 他敢讲这个话吗 他敢讲 我直接就出兵 跟他保卫为台湾 对你中国进行 大规模经济师 他敢讲这个话吗 他不敢讲这个话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 叫钱人能过来讲 钱人讲的就代表什么 是北约讲的 这个东西都就是什么 恐吓大陆 然后再加上一个 对台湾行政大内宣 对老百姓进行麻痹 大内宣 然后又是天天花很多钱 找这么多人 十号还没到 今天是十号了 对吧 不停的到台湾什么 去串访 把台湾问题 变成一个国际化 但是你进入到 什么国际组织了吗 没有 然后呢 在这个什么 美国的什么 对财授权法案 什么军进 过台海 搞得热热闹闹的 然后呢 又什么 很多的 什么国民党的人 什么 我们不要战争 要和平 也就说 2024选民进党 就有战争 国民党没有战争 然后又派一堆无聊的人 什么新党 什么清明党 到大陆来 不停的来 走访来跑 然后那边 不停的跟美国互动 他就为了这个保命 为了守这个中华民国 他们啊 这个费尽全力 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然后再出这种什么报告 吓唬你 你打不赢的了 你不要做梦了 2026年才打了 不是2023年了 但现在威胁是2023年 你给我推一个2023年的出来 好吧 因为现在威胁不是2026年 2026年会发生什么 还不知道 还有没有你台湾也不知道 现在是2023年 已经在你家门口了 你到底怎么办 他说不出来 他说 没关系 演戏演戏嘛 一眼都会假的 哈哈 哈哈